今天中午一辆载有94名乘客的邮轮在East River 靠近Pierre 11附近突然起火 接到报案后 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抢救 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出事的是一艘邮轮 当时船上载有94名乘客 4名船员 在上午11点47分左右 乘客参观完自由女神像返回船上 随后有乘客闻到船上有浓烈的烟味 并迅速报警 接下来是一则布朗斯的消息 布朗斯一名警探因涉嫌让疑犯驱打陈昭 另一名青少年蒙受两年冤狱而被控告 但因得不到警队支援 结果反控警队未有致力提供协助 导致他的身遇受损并索赔175万元 现年18岁的青年克兰蒂 2015年因涉嫌枪击和袭击他人而在布朗斯被捕 克兰蒂坚称自己无辜 由于他无力支付10万元保释金 所以一直被扣押在雷克斯岛监狱 长达两年 事件吸引到全国关注 但周三法院才推翻了控罪 当场释放他 克兰蒂之后控告纽约市警察局和一众警员 涉嫌威胁他签署假共证 被告名单当中包括了警探泰雷尔 不过泰雷尔宣称 克兰蒂自称被驱打成招的时间 他并没有上班 纽约市民投诉委员会也裁定 泰雷尔并没有参与本案 不过泰雷尔却得不到警队的援助 带为处理官司 最后他决定控告警队 没有致力协助员工 导致他的民生受损 泰雷尔一方面质疑 克兰蒂 诉讼所长是受到律师 以及背后黑帮组织的指使 另一方面也质疑 警方和地区检察部 明知他无辜却见死不救 觉得自己被警队背叛 成为事件的替罪羔羊 于是他才决定上诉 向警队索偿175万元 他也不排除反控克兰蒂 现年44岁的泰雷尔 去年因涉嫌家暴而被停职至今 他之前被驻派到布朗市42警区时 风评一向很差 曾被指与街坊在公众地方赌博 私下决定是否放生疑犯 泰雷尔反驳这些指控 强调自己绝没有放生疑犯或者赌博 并解释自己只是与街坊玩骰子 证明自己懂得玩罢了 市议会目前正动议提高商业租户水门槛 协助曼哈顿的小商户得以继续经营 共和党市长候选人莫利奥德基 以表态支持有关修订 但现任白丝毫就有所保留 纳塔莎去年在曼哈顿的Flat Iron一带开设新店 专销厨房运品 但是收入却被商业租户税严重的蚕食 哪以达到收支平衡 商业租户税即是Commercial Rent Tax 外界简称CRT 早于60年前引入 向全纽约市的商业租户征税 原意是为当年的财困的市政府开源 到1995年才被大幅的取消 只剩下曼哈顿96街以南 每年的租金达到25万或以上的租户 才要每年缴租金3.9%的税项 目前大约有一万一千个商户受到影响 以纳塔莎为例 他每年就要额外支付20万元给市政府 市议员加罗迪克早前已经提出法案 要求将征税门槛由现在的25万每年租金 调升至50万元 法案一旦通货将有3500个少商户 可以逃离税亡 目前法案已经获得了市议会民主共和党的 大笔数支持 共和党市长候选人莫利·奥德纪 以表态支持有关修订 但是现任白丝毫有所保留没有表态 市政府消息表示 目前商业租户税每年都为政府 提供7亿7千万元的收入 在面对联邦削资进行税务改革的今天 市政府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下星期一就是911恐袭16周年 纽约市消防局昨日举行悼念仪式 并追封32名当年参与救灾工作 并于过去一年患病死亡的同胞 仪式在布克林夏城的消防英雄纪念堂进行 32名或追封的消防员名牌被刻在了 纪念堂内的牌匾上 当中包括一对消防父子兵 消防局长格罗致辞时表示 911对当局而言是永不磨灭的伤痛 他会每天勇气殉职的同胞 当局指出随着时间过去 当年的救灾人员都陆续发病 目前消防局并有超过1000名现役 以及退役消防员 备受911相关疾病的折磨 当局也指出过去一年病死的同胞 较前一年增加一倍 但新未来数字会进一步增加 苏豪一个施工地盘 昨日挖出一份人的头骨 经鉴定后 相信死者已经死去超过100年 昨天早上9点左右 格林街进坚尼街的一个公园 正在进行挖地工程 却挖出了半个人头骨 之后报警 海骨经过法医鉴定之后 证实死者生于19世纪 1800年代 相信死亡时间 至今已经超过100年 至于详细死因 要留到法医人类学专家 做进一步调查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 昨日批评纽约州长库默 提议的在曼哈顿分时段 征收道路费 将改变基层市民的驾驶习惯 对基层造成不公 为了替地铁寻找新的资金 库默上月提出 在交通繁忙时段 向进入曼哈顿的车辆 额外征收8元步入费 以收入补贴地铁 白思豪昨天接受法门时 批评有关做法 将会彻底改变基层的驾驶习惯 有可能阻碍曼哈顿以外的市民 驾车前往医院 处理应急等等 造成贫富不公 白思豪重申 只有自己提出的富人税 向年薪超过50万元的市民征税 才是为地铁开源的核心方法 市议会通过法案 确保明年的永季会和今年一样 延长多一个星期才会结束 在纽约市 每年的永季一般都会在 劳工节假期之后结束 但是去年市议会批准 以过68万7千元的拨款 令今年的永季延长到 下周日之后才完结 今年市议会也预留了200万元 让明年的永季延长多一个星期 另外市政府提醒市民 下周日过后 公务永迟将会关闭 各永滩也不会有救生员当值 提醒市民切勿在下水